一九一七年荣城 绣坊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民族产业 其中又以同济黄济两家为大 天涯女人新的故事便发生在同济绣庄 少爷 来 汤葫芦 你说这老爷爷真是的 也不搞个欢迎仪式 是啊 也太不给面了 少爷 少爷 你可算来了 这冯管家都闹了好久了 怎么回事啊 他们指定我们做一个背面 昨天刚交的货 可他们说背面上有裂口 不就背面上有个裂口吗 冯管家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你看看这儿是不是 拿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老颜 你看 你看这个 你这点小事都搞不定了 少爷 你看他这是 颜长官 这位是 他是我们的少东家 童少爷 童少爷 我能不急吗 明天就是我们老夫人八十大寿了 我们张老爷可说好了 要给老夫人一床白鸟嘲讽的锦绣断背 给老夫人贺寿 可是您看看 您看看 您还不让我急呀 您啊 干脆上我们张府 跟我们老爷说去 您让他别急得了 您啊 童少爷 刚才你也说了 你们童戏是百年老浩 总不能为了一床背面 就砸了招牌 是不是 少爷 这绣花锦端的边上有针眼 应该是已经被缝到背面上了 被谁不小心划破了 才又拆下来的 因为缝上去的时间不久 所以针眼也不是很明显 颜掌柜 我怎么不曾听说 你们同气绣妆还帮人缝洗背啊 陆姑娘 陆姑娘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这缝洗背的事 通常都是下等使活丫魂做的 他怎么可能找到我们绣妆呢 那就对了 冯管家 如果这百鸟嘲讽绣花锦端 是在您拿回去之前就划破的话 那是断不会再缝到背面上的 你是谁呀 他是谁呀 我刚才听您说 他叫陆雅清 我们同济绣妆的绣娘 功夫很好 颜掌柜 他并不知道您没有验过 更不可能 把您定制的锦端划破了交给您 你一个小丫头知道什么呀 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如果重新缝制一件绣品 肯定是赶不上老夫人的贺礼了 不如这样 就在这原有的锦端上加工一下 您看如何 都破成这个样子了 还怎么加工啊 这不是什么难事 正好啊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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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蓝 你已经赢了一夜了啊 我看你赢的钱哪 够还账了啊 怎么样 收了得了 想得没 才是老爷说了 我赵天来就要翻身了 还什么仗 信不信 再赌尸吧 老子把你们赌庄给摇下来 有脾气 来 来 想 想 想 买一件事 想 慢点 别扎着手 去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是赵天来的表妹 不像哪 你傻呀 这一看就是赵天来他老娘 陆亚青在哪 把她给我交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呀 你们怎么认识我们家雅青啊 你儿子欠我们赌场陈老板的赌债 他已经把陆亚青押给我们 看清楚了 这是字句 他亲自画的押 看清楚了啊 不行 你们不能动亚青 他欠了债 我们还 我们还钱行吗 把你们全家都买了 也不止三百个大赢了 你还他钱吗你 他怎么欠你们这么多钱呀 你 少废话 把他交出来 你们 你你你你 让他走 你们干什么呀 这是 你们要干什么 陆姑娘 掌柜的 这次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是你的工钱 谢谢掌柜的 老颜 多给这姑娘两块大洋 当做谢礼 不必了 多谢统公子 这些年 同期休庄给了我很多生意 刚才是举手之劳 应该的 告辞 再见 洛姑娘慢走啊 唐火热 少爷 这姑娘住哪儿啊 我不知道啊 那还不去打听啊 去呀 这哪儿 你才打听姑娘 打把听什么呢 知道都说了 你才打听不动啊 你才打听我 俩仲我 给你了 这姑娘 放开我 咋 老师哥 你们干什么 长荣哥 小子 别管前事啊 快走 走 我去你 长荣哥 长荣哥 咋 长荣哥 少爷 好像就是这儿 小葫芦 什么声音啊 好像有人打架 少爷 老夫人有话 长荣哥 小子 我还会找你的 滚吧你 陆姑娘 这是怎么了 谢谢佟少爷 几个流氓来惹事 没事的 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直接到修庄找我 到家喽 到家喽 这事可千万不能让老夫人知道 好 嘴已经缝上了 走 少爷 来 开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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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管家走 你为什么打我 来 开泰 你干吗 让你看好少爷 怎么看的 又在外面惹是生非 少爷受伤了怎么办 这事和他没关系 少爷 少爷好 从今天开始 你要担当起这个大家了 上下尊卑 要有规矩 他说得对 你是佟家的当家人 这个家你就是这样当的吗 念真 少伟哥 少伟哥 那好了 不放下来 你还但是小时候啊 妈 念真 她永远都是我的小妹妹 是不是念真 开泰 伏龙 你们看 都长这么大了 我记得她小的时候 老跟在我屁股后边跑 还是个鼻涕虫呢 我才不是鼻涕虫呢 还留鼻涕吗 没有 开泰 伏龙 你们先下去吧 夫人 那您有事叫我 好 念真小姐 你要有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找我 谢谢开泰 明天啊 你和念真去普渡寺上个香 好 没问题 晚上我带你去夜市啊 好 我 我去换个衣服 你看这孩子 真是让人不放心哪 伯母 或许不是少伟哥的问题 是天下所有母亲的问题 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我非要好好教训这个畜生不可 气死我了 舅妈 你放心吧 我会找天来理论的 如果这事是真的 我绝对饶不了他 王长荣 岂有此理 我家的事 关你个烂窑子里长大的 臭厨子什么事 你 你这个臭小 舅妈 你还有点回来你 妈 你怎么帮着外人一起骂我呀 那我要是畜生 那您成什么了 表哥 你看舅妈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 老天来 你快说 契约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逼我 真他妈烦 我不就是输了三百个大洋 先拿表妹做抵押吗 这是缓兵之计 你们懂 懂个屁呀 你这个臭小子 你 你找死啊你 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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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死我了 别生气 别生气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不能这样 我妈收养雅清这么多年 吃喝拉撒全都照顾得 妥妥当当的 表妹本来就是要嫁给我的 那我把她抵去还债 是我的自由 你有什么不服气的 找天来 你 方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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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什么 每天送点最先楼的剩饭剩菜 其实就是想勾引 我没过门的媳妇 但我不知道啊 我打死你 你 长蓉哥 这事 你先别管 你 你敢打我 我这打承 是替舅妈打你 知道她老人家 为什么病成这个样子吗 她是为了攒钱 给你娶媳妇 她没日没夜地做胸膊 做得眼睛都快瞎了 你呢 你有一天让她省心的吗 你 你 你 这一把诈 是替我自己打你的 是替我 表哥 舅妈是从小收养我 爱我 护我 这份恩情 我会记一辈子 我会尽我所能地 去报答这个家 我手不允许你这样玷污我 你听好了 你跟赌场的那些事 你自己去摆平 拿我抵债 可以 我能抵的 只用死尸一举 只用死尸一举 这 我 雅清 表妹 表妹 我她们也不想输啊 我赌钱是为了谁啊 我 我要是赢了 咱们不是都好了吗 赵天兰 你闭嘴吧你 赵天兰 赵天兰 站住 站住 这哪儿跑啊你 陈老板 你带着你 陈老板 走 陈老板 雅清 爸 救我 雅清救我 天类 不错呀 不许你碰雅清 长茸哥 陈老板 不许你碰雅清 陈老板 真没想到 在这个荣察 不 不 还有人敢跟我 陈母赖仗 陈老板 陈老板 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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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替被打伤的兄弟们 还给你的 陈老板 你饶了我吧 你自己说吧 打算 什么时候去我那儿啊 陈老板 雅清有自己的自由 别人管不着的 好啊 那就是说 你牵的契运 是在玩我 没有 没有 陈老板 你饶了我吧 我不跟你这无赖计较 我算便宜点 一百个大洋 换一根手指头 你说吗 不 不 你想留哪根呢 老板 慢 这儿 姑娘有什么话 想说啊 明晚上灯之时 我去赌场找你 雅清 好 爽快 兄弟们 有 赶紧回去收拾准备 明晚上灯之时 咱们张灯结彩 迎亲 好 走 走 妈 你说念真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念真这次 是奉了父母之命 回来结婚的 结婚 跟谁啊 我们认识吗 认识啊 谁啊 跟你 跟我 别开玩笑了 你少装糊涂 小的时候 妈跟念真的父母 就给你们俩定了亲 现在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 小时候定了亲 现在怎么能算数呢 怎么不算数 没说 媒妇之言父母之命 这婚姻大事 本来就是长辈说了算的 妈 现在是民国了 什么国都不能坏了老辈的规矩 这是佟家的信誉 就算我同意 念真他会同意吗 你问过他了吗 念真的父母 已经把嫁妆都送过来了 人家守信 你不能让佟家失信 什么事都随你 就这件事得听我的 念真这姑娘 妈看得准准的 是个好媳妇 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 只要用心经营 经营我不会 不会 那就去学 善本代 来来来 给我 给我吧 杨总工 这东西挺重的 叫你给我就给我吧 去帮你的吧 你的房间特别温热 我呀给你弄了点冰块 这么重的东西 杨总管亲自送来 念真怎么好意思呢 少奶奶说什么呢 那些粗使的下人 怎么能进您的房间呢 什么少奶奶啊 别乱说 早晚都会是 是早一天叫而已 可太 你坐 少奶奶 你先坐 好 你说 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突然这么叫我 我还真挺不习惯的 早晚会习惯的 这个屋子里还缺点什么 凯太 你可都问了十几遍了 十年没见了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说点什么 你跟我说说少伟 说说她现在的性情喜好 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说实话 从你去了南洋以后 少爷他去省城读书了 这中间我们俩很少见面 我也不能算很了解她 你真的爱她吗 啊 真抱歉 我失礼了 这个问题我不该问 没关系的 我当然爱她了 不然我回来干吗 可是 少伟她 少奶奶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安琴吧 咱们容成天热 每天我都给你买冰块 不用了 别花那些钱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童家呀 不 应该说是您家 有的是钱 好吧 我回来 我来干嘛 你把你放在这边 你把我干嘛 你不要弄了 你把我干嘛 我干嘛 感谢观看